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光把爱恋 洒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流走 那悲欢的脚步 让我们爱牵手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迷落 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 又是来到高速公路边上的一个城镇 然后你看我这个发动机那个灯又亮了 为什么又亮了呢 其实就是今天检测上的问题 就是油箱盖出的问题 那油箱盖实际上就是我那后边加油箱的那个盖 不知道是在哪一块加油的时候 人家可能把那个盖给那个拧下来 没给我拧上去 结果就走了 结果我现在这个油箱厚道一直就没有盖 你知道吗 现在是拿了一个塑料的一个东西给堵上了 太妥了 中午那个师傅检查了半天 他肯定也没想到 根本不是发动机出问题 是油箱盖能给弄没了 好了 现在我得赶快去买那个油箱盖 我在这儿啊 这个真是找到了那个 真是找到了一个那个油箱盖 真是不容易 就是刚才问了好几件都没有 现在终于找到了 然后他们是帮我 这个小伙子帮我翻译 然后这师傅挺好的 帮我装上了 挺好的 太好了 这一个油箱盖 他要了我一百块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结果还真是要了我一百块 这还挺贵的 现在是晚上八点一刻 我现在刚刚进入安塔利亚 这个安塔利亚真的是好拥堵 这个城市 这个到了一个热门的城市了 我订的这个旅馆呢 还正好是热门城市的热门区域 就离这个海边也不是太远 离他老城区也不是太远 所以呢交通就非常拥堵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 我待会儿 那个地儿能不能找个停车的地儿啊 因为他那个停车位是很有限的 我现在这个点来我估计可能就没有了 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 我终于入住了安塔利亚的那个酒店了 我早知道这个酒店是在这个位置 我就绝对不会订这个酒店 真是这是今天订的最失败的一个东西 不是说这个酒店有什么不好 而是说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靠市中心了 就特别麻烦特别麻烦 我进了安塔利亚 我那个导航就无法把我导到这个旅店来 他就不断的在那转圈转圈 每一次都要绕着老城区绕一大圈 然后最后拐不进来 每次他说要右拐的时候 那条路都是一条步行街 或者是一条已经摆满了餐桌的那个路 或者是有轨电车的路 就根本你就拐不进来 绕到第二圈 还进不来的时候 我就不信那个导航了 我就不信谷歌地图了 然后我就把车停到路边上 我就自己看 因为呢他好多那个路是那个单行线 你不是说你想怎么走怎么走 但是呢好在他那个 把谷歌地图放大了以后 他上的是有那个箭头的 也就是说这条路只能向这个方向走 我就根据那个东西 我就自己设计了一条路线 我说我自己来走 结果呢就走通了 他之所以导航没有那边管 是因为他设的一个卡 他实际上是那个老城区啊 他是有卡的 你知道吗 他是有一个关卡 你要去跟那个那个关卡的那个人说 说你要去哪间酒店 然后他说哦 这间酒店确实是在里头 然后他才会把那个杆给你开开 你知道吗 他不是社会道路 古城里头 是只有你入住这个旅馆的人 才能车才能开进来 开进来的话这个 古城里头全是那种很小的巷子 主要都是步行嘛 车辆是很少的嘛在里头 然后呢这个旅馆的人就带着我去停车 我天在这个小巷子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特别特别的瞎小 我那个轮胎都在那个 道边上那个石头上 都已经蹭了不行了 他们有一个停车场 就在那边 几个旅馆共享那个停车场 每个银 每个旅馆就分那么几个小位置 然后我那个车是堵在一个别人的车后边 然后我说那明天那个人出来怎么办 他说那你把那个钥匙留在前台 就我的钥匙还得留在前台 哎呀真是没法弄 在这块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外边 光光光的都是蹦迪的声音 是因为整个这个古城 现在已经开发成一个酒吧区了 就是酒吧饭馆 纯旅游的那种 你知道吗 老城还是老城 但就有点像中国的平遥古城啊 什么那种 就是完全是旅游化的东西 来看看我这个房间吧 对房间倒不贵 206块钱一晚上 位置很好 本身就在老城区里 他就相当于你住的平遥古城里头了 所以你出门就是景点儿 出门就是老城 在老城里住到这样一间旅馆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 但就是停车太费劲了 你车技但凡不好绝进不来 我跟你说那里头 进那停车场那门哪 哎呦喂 那个角度那只雕啊 我天给我开出一身汗了 这就是我住的这个旅馆啊 你看我们这出现就是什么 就是赌巴街啊 已经充满了商业的味道 好处就是你甭管多晚上出来都有饭吃 就我刚才找了一个这个馆子 在这吃饭 然后我说点菜吧 哦 然后我说点菜 这老板特别好 哈哈哈哈 嘿嘿嘿 这个 这个 这老板特特特有意思 他说先先给我那个 先得放放上音乐 然后然后再点餐什么的 哈哈哈 我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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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老板有点意思 这老板特别逗 然后点个饭吧 然后说你这个 那个先带我过来先看他们那个留言墙 然后有什么西班牙语啊 什么英语啊 还有中文 留的这个 然后他说 他说这个是最好吃的 后来 后来说那个 好了我说那行那就点这个吧 他说我已经帮你点了 我看看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好像是有面诗啊 好像是有面诗 然后这个中文这个人说什么 哦 他说你看中文写的是 简直不能更好吃啊 哦 酸酸的饺子 因为这个老板啊 你知道吗 他有点 他有点神经兮兮的那种 特好客 但是呢 他一会开玩笑 一会说真的 一会说假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是说真的说假的 然后呢他跟我极力推荐他这个 这是他们家的特色菜 所以呢 我来尝一尝啊 看看看看 看看味道怎么样 他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有点 不太像饺子 有点像面食的一个东西 没有馅 就有点像鸽子汤似的那种感觉 就有点像炒鸽子似的 是面 然后那里头 有咸味 然后 就有点像通心粉似的感觉 他这个酱是有西红柿 洋葱 嗯 什么东西 和那种酱 然后还带有点酸味 其实 没那么好吃 比咱们中国的馄饨 差有趣的 这是我在这边认识的两个 我聊天人 他们是从瑞士来的 从瑞士来的 咱那是老师啊 现在是晚上都快都11点多了 然后整个这个街道还都是这么多的人 灯火通明的 酒吧呀饭馆啊还都营业 他们一直要开到晚上12点1点 真的是歌舞升平的一个小城 而关键他这里头呢 因为实行了车辆的管控 所以没有车辆进来啊 变成一个步行街那样的 所以很多很多的人 看这酒吧里有好多的这个助唱的歌手啊 看这块 天呐 这边的人感觉到了晚上就都不睡觉了啊 就是玩了 这是玩什么玩火圈呢 啊 啊 哇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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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